釋放的架起,釋放的架起,釋放的架起,釋放的架起。釋放四十七人。 至少,釋放的架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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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各位立場新聞的觀眾,大家好。 現在是國慶日,社民連,有四名成員,包括主席陳寶瑩, 剛剛由灣仔加計會出發 他們說會走到國慶升旗酒會的會場 在會展 我們現在就跟進 現場都有多名的警員隨行 其實在遊行開始之前 是在加計會附近的軒尼斯島 早早有20至30個警力在軒尼斯島戒備 大家看到隨行的警員 人數非常多 我們繼續 跟著遊行隊伍走 社民聯說這次發起遊行的目的就是要求 中國全國實行普選 以及釋放所有政治犯 所以都看到 遊行用的 banner 都是有政治犯的一些樣子 例如 人權公於政權 人權公於政權 47人案裏被捕的民主派人士 人權公於政權 也有 看到黎智英 看到這塊 banner 上面 跟大家說定不好意思 因為現場的人比較多 警員的人數也比較多 所以可能直播不太穩定 你不會停不停很快 我去停不停 有了 請停不停 剛剛進來的觀眾大家好 現在正在拍的是社民聯 多名成員 包括曾建成和主席陳武盈 他們在發起遊行 由灣仔家計會 走去今日國慶日 升旗同酒會的現場 現場是有幾十名的警員隨行的 其實在成員抵達灣仔家計會 即是他們說遊行起步點之前 在清晨已經有大量的警力 在軒尼斯戒備 而當陳寶瑩 R等等是抵達家計會之後 警員隨即將他們包圍和守身 看看他們的標語等等 暫時不知道他們會不會走在會場附近 全程都看到警方的人在拍攝 人群高於視權 人群高於視權 全國上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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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可以看看 現場有不少記者 也有多名警員 一起走 隨行戒備 也有傳媒聯絡組 全國上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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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不過現場所見 警員的人數 似乎比記者更多 可以看看 遊行只有四個人 但後面有十幾至二十名的警員 而在遊行四個月前 也有十幾個警員 可以說他們都高度戒備 大家知道 現在其實遊行的四個人 還未去到入境事務大樓 這裡已經有多個警員 在等他們 到寫文號四個月 很快 小心 那我們現在便下樓梯等寫文號四個月 我們正在拍攝社民鏈 在國慶日發起遊行 由灣仔家計會走到今天 國慶日星期酒會的會展 我們看到有大約十多個記者拍攝 看到灣仔會展 就算社民鏈四個人還未走到這附近 早早已有大批經歷戒備 差不多每隔幾米有幾個警員駐守 我們繼續等社民鏈的成員來到 今天就有社民鏈的主席陳寶瑩 還有成員R曾建成 還有另外兩個成員發起遊行 全部的遊行人士 社民鏈今次只有四個人 不過大家看到這麼多人 是因為有大約十多個記者 還有隨行的幾十個警員 我們看到紅色的BANNER 有兩塊那裏就是遊行人士在拿的位置 看著啊 小心啊 那條路閘了 大家小心啊 全國閘道主席 我們現在就跟著 社民鏈四個遊行人士的步伐 逐漸去到 快要去到灣仔會展附近 不過還未知他們 能否成功去到 會展附近的範圍啊 這次呢 社民鏈遊行呢 其實只有四個人 包括陳寶瑩 還有牛曾建成等等 那為什麼畫面會看到這麼多人呢 其實呢 數個大約現場的記者有十幾個 不過警員應該是有二十至三十 現在是應該再多些的 因為呢 去到會展附近了 就再多了警察在這裡解悲 相信是因為 越來越接近社會的現場 就是會展 不過其實大部分記者呢 已經是走遠了 因為呢 應該都是想 留一些通道 不過呢 比較接近社民鏈遊行人士的位置呢 是 仍然是有幾十個警員 跟他們一起走 那我們都走遠了少少 因為 條路比較迫 我們這裡又見到 有多些警員在這裡解僻了 是 我們看到呢 拿著紅色的 紙牌 那裡呢 才是社民鏈遊行的四個人 那說回他們今次的訴求 大家都看到在他們的Banner上面呢 是有一些 47人案被捕的 民主派人士等等 等等 那看到也有黎智英 那他們說呢 那他們說呢 今次的訴求是 希望全國實行普選 和釋放所有的政治犯 那現在呢 就 剛剛有少少的 警察廣播發生 那 那阿曾建成呢 相信是說要去會展 不過警方就立刻阻攔她 那警方呢 其實現場都沒有什麼混亂的 是突然之間拉起鏟帶 對 不 就是 我真是想這樣 哈哈哈哈 玩具模特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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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社民聯的成員 就說要去星期會場 即是金字經廣場 不過租到警方的冷戰 警方是想他們走去會展方向 不過社民連的成員說 其實他們是想走去星期會場 即是金字經廣場 不過去到這個位置有鐵馬 以及馬上租到警方冷戰 車站長 警方說會安排 不過還未知道警方會安排什麼 現在雙方還在溝通 現在警方好像是會開放一條湯袋 警方突然間叫記者向前走 就開放了一條通道 你不可以向前走嗎 因為剛剛發生了很少的混亂 就是社民連要求走到甘子敬廣場 不過警方說不准 在溝通了幾分鐘後 突然開放了一條通道 記者向前走 那個記者其實已經向前走 慢慢走 剛剛進來的觀眾 這裡是靠近會展和甘子敬廣場 社民連今天發起遊行 從湯仔監計會走到國慶升旗和酒會附近 今次社民連遊行 我們先走 因為警方不斷驅趕 今次社民連遊行只有四個人 包括陳保刑和曾建成等 不過我們一直走 都看到有不少的警員加入 大約有幾十個隨行的警員 所以現場畫面才看起來好像很多人一樣 我們去遠一點 再拍攝社民連 大家順便可以看到會展附近 例如這裡是廣灣道 已經有多個警員 在這裡戒備 還有拉起橙帶 其實近年自從國安法治 實施之後 香港已經很少見到有遊行 所以今天的國慶日 都看到社民連這四個成員 遊行有大量的警員在取行 這次社民連的遊行訴求 就是要全國實行普選和釋放政治犯 看到他們首詞的直返 是印有多個民主派被捕人士的樣子 不好意思大家 因為現場比較多人 所以 直播有時畫面不太穩定 不過再跟大家說 其實今次社民連遊行 只有四個成員 為什麼大家看到畫面好像很多人一樣 就是 應該是有十幾個記者 還有徐幸宜 現在我想應該有三十至四十個警員 甚至更多 因為警員本身已經在灣仔會展附近一帶戒備 隨著社民連的遊行人士 慢慢推進到會場附近 也有更多警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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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戒備 大家可以看到 在月靠近金子晶廣場 有更多警員 有更多警員 警員 警員 在這裡 已經設了 有個升降台 也有鏟帶 不知道會不會比社民連的成員更靠近一步 警員 警員突然說現場是有記者區 今天不知道為什麼無緣無故會有記者區 警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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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看到 社民連遊行人 有四個人 現場所見 穿著黑色和深藍色的四個人 包裹陳寶瑩 隨行的大部份都是警員 首會的現場是十萬九千斤進入 但是這個辦法 因為它免得八千斤 四個人 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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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不要緊張 我們要注意 首先就是 公眾認證 在整個過程中 我們為了指紐 為了中國民主自由 而事 我們首先密開了一分鐘 就先去治下 西瓜 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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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社民的成員說會就中國民主自由民愛 好 那一分鐘就夠了 現在就不太現實 我們提到這裏 其實都是為了創意共產黨 它現在是屬於整黨的那個黨 無論在香港的範圍或接種範圍 都是民主的權利和自由 民眾就很難為它有這樣的窗口和政材 去批評政府的市政 去監督政府的市政 這個情況底下 全民集中究竟是否能夠做好民生的工作呢 我們就交給我們的主席 動出我們今日的聲明 各位新聞界的朋友 我想今日就是中環人民共和國 成立72周年 我想全中國 我想都是只有現在香港這個地方 還可以發表 除了主旋律之外可以發表一些其他聲音 我們其實這個要求很簡單 就是權力歸於人民 全國實行保選 釋放所有的政治犯 今天是中環人民共和國成立72周年的日子 我們要求特近平政權 落實中國憲法第二節 一切權力歸於人民 我們要求全國實行保選 釋放所有的政治犯 習近平今年8月就在中央財經委員會第10次會議上 提出一個共同富裕的目標 認為中國要實行中國式現代化的一個重要特徵 堅持用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如果習近平真是動實於自己的想法的話 就應該明白 用人民為中心的發展 更加改善物質 更加重要就是提高人民的政治權力 如果澳人民的參與 監督和制衡 一個不受藥制 用官僚意志主導的政府 就很容易結黨謀私 權力鬥爭 所以造成了禍害 我們看回中國 中國共產黨 72年的歷史是屢見不鮮的 由反共運動 大躍進 到文化大革命 造成了生靈淘汰 經濟 社會和人民的巨大禍害 連中國官方的歷史都不能夠否認 雖然官方的論述 將這些事就是推了去 四人幫在政敵 或者叫功過三七分 七分功職 三分過失 那個方法就是蒙患過關 但是大家看到72年來 人禍一個只不過 如果不是我儘管清延 無法反正的話 這些人禍只有不斷地發生 在八九民運的背後的推動因素 亦都是因為要權力的不平等 學生和市民 當然就是不滿中共的 體制階層貪污附化 以權樓私 所以六八九民運最重要的口號是什麽呢 就是反觀賭 反貪腐 要求解放 要求解除暴禁 落實言論自由 但是中共呢 直接用血腥鎮壓 來根據回應市民的不管 更加將六四定性為產革命共亂 六四鎮壓之前呢 鄧小平就曾經說殺二百個人 希望換到二十年的穩定 但是這個穩定是建立在人民被滅聲 被嚴密鎮壓的情況之下 六四之後到現在呢 由反對國起罷工為師 官商勾結的強搶土地的維權運動 到去爭取零八憲章 政協 憲政的改革 由曉波的零八憲章 許智慧的新公民運動 都是受到極大的打壓 頭面人物被囚 甚至是死在獄中 是一單一波一波都沒有停過 為什麽呢 就因爲政治制度不改變 單憑長官意志是不可能有根本的改變 密德生活相對過去是有些改善 但是社會有極分化 財富權力集中於少數掌握權力 和他的關係人手中 反而是越影越力 中國國家統計局去年六月就發布了一個數據 顯示有整六億的國民 月日的收入是不到一千元的人民費的 而顯示收入的差距的堅離係數是高過0.4的境界線 2019年是0.465 在全球屬於中等但是偏高的水平 疫情期間由於量化孤鬆 報紙到資產價格上升 更加擴大到這個貧富差距 2020年中國財富排名是1%的居民 是佔總財富的比例是由29%升到36.6% 30.6% 在這個強國的表象之下 我們看到是結束在流沙之上的 因為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國企、民企 以及一般的家庭 就是懼額的債務是非常飄升 是佔國民總生產總值的287% 房地產基建是極速發展 導致到政府是債財高速 官商勾結是令到大陸的私企財權 是有記不上的錢去胡亂投資 最近恆大負債三千億美元 為何可以做得這樣呢 就是因為如果背後沒有一個 有力的政治人物的話 一個窮龍之子 怎可以變成一個責署呢 所以我們看到中國的 實現一直都有個亂象是怎樣呢 企業無論你是國企民企 就一同意想重複生產 但是一放就亂 一管就死 地方政府互相攀比 弄虛作假 幹部官員就官商勾結 化工為私 這72年來其實這個現象是不同的形式 在不同的政治口號之下是不斷重複長現的 所以我們要自作習近平如果提出要共同富裕的話 要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話 就是要增強發展力 放在更加保衛公平原件的話 但是近年的事實就是見到 就是說我們收入是追不上資產價格上升 學歷高 生活反而窮 年青人反而寧願躺平 這只是顯示不公平的權力和財富生活之下 無權無勢的年輕人的沮喪 我們就要問了沒有民主那有共同富裕 沒有政治制度的變革何內權力歸於人民呢 所以我們要求就是權力歸於人民 全國實行普選 釋放所有政治犯 保障言論集會自由 保障言論思想出版集會及結社的基本權利 社會民主連線 2021年10月1號 權力歸於人民 權力歸於人民 全國實行普選 全國實行普選 釋放所有政治犯 釋放所有政治犯 保障言論集會自由 保障言論集會自由 公民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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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我斷 不容我斷 人權大於政權 人權大於政權 人民高於國家 人民高於國家 人權大於政權利 民主典 的人權利 既然沒有奉取 建議 我們可以帶我們來 好,謝謝大家 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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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直播就来到这里了 大家也可以再紧帖着我们的报道 今天会观察着国庆日 有没有活动